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琳琅满目 直播永不落幕的 一同关注 我是主持人威龙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 转移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非你莫属在诞生之初 就用职场与现实元素的碰撞 长期稳居收视力排行榜的前列 成为我们人人向往 津津乐道的收视职业 而今天当我真正地 站到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 我能够感受到 面对面和三位老师 以及十二位boss 还有主持人大卫 我们之间这种面对面 真诚的沟通 是我们单单凭借观看电视 是所不能替代的 那么其实在传播学上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高低语境文化 而我们足下所站立的这片土地 就是高语境文化 简单来说 就是语言环境的交流 在交流之中占比更高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体会到 许许多多的 非语言的沟通的要求 您比如说我可以看到 潮汐老师对我微笑的示意 还有韩总对我的眼神示意 这些都是我们 非语言动作的契机 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儿 所面对的不仅仅是 十二个职位 更是十二个生动的 各有特色 各有千秋的老板 人 以人为本 才是非你莫属 真正成功的原因 就是最后我想对未来 还会站在这个舞台的求知者说 世界应如棋盘 在其中我们似乎进行着一场 永远都不公平的对弈 但是他却以他的无限身姿 令我们心知神往 谢谢大家 我觉得蛮好的 我先说说 我观察到了几个细节 第一个呢 你那个手卡是自己做的 是 我觉得能看出他的用心来 而且呢 整体整场的这个 表达非常的流畅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其实我想 我想为那个威龙拉一下票 就是不风魔不成活 可能企业家们 不习惯他平时说话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这也是对他专业素养的一个诠释 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大一大二的小课老师 也提到过 有类似你这样的同学 就是发声的时候 特别追求自己的发声部位 我想说 你在专业的道路上 这样做是没错的 但是吧 你要知道 哪怕是演员 跟朋友之间相处 不能让大家觉得你在演 你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说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我还是那个小建议 就是状态松弛下来 但是那个紧张的劲儿得有 整体来说 我现在渐渐的 有点喜欢上他了